他唱得很好 在一個沒有準備的情況下 都覺得你給了他 不是 你平反什麼 平反他就是要參演場 這個是他自己的事 我幫不到他 所有事都要靠他自己 自己證明了 恭喜他 姜濤是一個 挺神秘的人 我覺得 一部分我知道他形象上 都是偶像化一點 背後他都會問我一些細節 關於音樂的東西 我喜歡自己的歌 我會唱什麼 或者是寫歌的部分 念樂器 看得出他是有一個心 有一個心 想去真的 再學多一點的音樂 是真的想錄影的 你覺得他做姜濤嘉賓 你覺得怎樣的感覺 他做姜濤嘉賓 其實認識了很久 他新人的時候 他出初出道 已經認識他 還有他跟阿聰有很多聯絡 所以私底下 我知道 見到他就看到 我也有走過類似的路 每一個藝人 越多人去注視 其實反過來 就越多東西 很難跟人分享 或者分擔 因為工作很繁忙 或者很多人看著你 你很想每次都給 歡樂 正能量 開心 表現最好的一面出來 有時有很多東西 不想解釋 或者有些東西 心情未必好好的時候 會藏起來 我認識的他就是 一個這樣的人 對自己的腰頭很高 有時的東西也會藏起來 盡量想把好的一面 送給大家 我記得第一次見到他 就是在孫雯的studio裡面 接著 他就 遷了給他了 還沒寫的 純粹想聊一下 究竟想要什麼的路向 或者怎樣 當時 我覺得他是很知道 自己想要什麼的一個藝人 而且他是很有意識的 他已經說了 我想的舞蹈是怎樣跳 我就很快知道 他知道他想要什麼類型的R&B 姜濤真是一個很特別的藝人 其實他確實是很吸引的人 是的 他的吸引是來自 他的親和力 還有 他是一個很 我會覺得很大的 他藏了很多東西 他既有很強烈的親和力 我的家庭 其實他有時會見到 在室室 他也會對他們很好 而另一方面 我的家庭也覺得他很吸引 經常想跟他聊天 他也很好 而另一方面 在演藝方面 我又覺得他很清楚 知道自己想怎樣 同時他很有決心去做那件事 Hello Feel 溫娛娛新聞的朋友 你們好 我們是 The Herds 可能我會最記得的是姜濤 因為 始終這兩首歌 其實都有點不同 他本身唱過的曲風 但是 看到他整個製作很認真 然後 很記得他很快錄完 然後就說趕著去打球 之後要打球 但是他好像剛剛 生病好 很欣賞他的運動 還有他製作 錄製當時 其實真的很認真 他不會 就算我們說可以了 他也會試多一兩題 這個十分之欣賞 其實我覺得樂壇出了很多新人 亦這樣說 他們是比很多以前的人 出來的人是好一點的 但是我覺得你出來是怎樣 都不要緊 我想看你有否有改善 是吧 譬如這樣說 我不是姜粉 但是我覺得 譬如我看姜濤 由他當初到現在 他剛剛做了 他真的進步了很多 我這一刻 我就覺得 Good 而且他進步得來 是去到一個地步 就是我覺得 Upt to power 接受到了 接受到了 那我就覺得 嗯 這個小朋友 OK 就是可以 他還可以 還可以去 是的 姜濤 姜濤是神來的 新一代的神 不難教 因為我知道他們跳舞 和跳舞都很厲害 記憶動作是沒有難度的 因為整個拍攝 你告訴他們怎樣打 以及一些對打的配合 一些距離 一些力量 其他事情他們都很懂得怎樣做 所以整個拍攝過程都順利 姜濤 這樣贏 真是 帥氣 真是帥氣 他很懂得用肢體語言 用樣子 怎樣去告訴鏡頭 告訴觀眾 我這下是最好的 嗯 其實他們倆都很懂得做一件事 尤其是姜濤 他真是 我覺得 我第一次跟他合作 我也是第一次見他 拍起來 我覺得他真是有一種 明星的味道 他懂得給一個最美的 Angle 最美的表情 最美的身形 怎樣去給鏡頭拍 我覺得這個 在新人來說 是真的 不是那麼 一教不了 就是要有經驗 有些人自己很漂亮 但是不知道怎樣去鏡頭拍出來 這個 很奇怪 我覺得他很厲害 嗯 在導演眼中 姜濤還有其他之序 例如 Rorrius Ross 阿姜不是怎樣出色 我們第一次去接觸他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 他永遠是封閉在自己的世界裡面 因為他永遠都是帶著一個Airport 然後就自己一個人坐在AV 我們當時是覺得 哇 搞什麼這個人 好像很難接觸 但是反而去到 鄧姆肥姜2.0的時候 阿姜那個 我就開始理解他的世界是什麼了 我在你心裡有一條路 你知道是什麼路嗎 也是 I stay I stay 他原來 他有一個很淡漫的一面 其實某程度 因為 鄧姆肥姜 我們整個拍攝時間 可能長達到 我想有二十六 七個小時 整隊酷度的狀態 很低落 因為真的大家很累 那反而是 阿姜還誤字 一個跑來跑去 我又一個人抄十五、二十 就是 哈哈 哈哈 就是 你很好奇 他為什麼還有這麼有精力 尤其是你跳唱一輪 我覺得阿姜在這一方面 原來他是一個搞氣氛的鬧手 十二位成員 發生希臘天神 為什麼會有這個構思呢 因為姜濤 他本身真人 比較跳皮 比較貪玩 但是他都很專業 他一埋到鏡 他就會有貴族 還有比較有氣場 在設計服裝的過程 跟花姐談 都想突顯他這個貴族王子的感覺 所以我們在設計上 他偏向比較像一個王子的氣質 暫時很快上手的藝人 現在排出都是MIRROR的 正常快上手一定是姜濤的 姜濤很有自己一套 他用他的小動作 或者他用他的感覺 姜濤跳舞也很有力 但他有很多自己的想法 我給你一個例子 其實姜濤的歌曲其實很厲害 他跳的也很厲害 但因為他太難 沒有人跳到他的舞 我覺得姜濤也是很可愛的 是很令人喜歡聽她說 究竟她是怎樣想的 她去成為一個大家公認的帥哥 而她也有種 你想聽 她又不是說了什麼 她又不是說了什麼 很公共性的東西 其實她都是說一些 她自己怎樣看自己 作為一個偶像的東西 那我又會聽 我平時都很少聽偶像說什麼 她又會聽完 我覺得他們是很值得